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 我的一部可以说是浩大的访谈纪录片工程开始了 当时是有几个朋友启发了我 比如张辉 当他向我提出这个建议以后 我当时听的是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是一个启迪明智所必须走的一条道路 首先我们从社会精英做起 所以目标盯着社会精英 对他们进行采访 请他们谈自己认识中的或者亲历 就是践行公民这个身份的一些感受 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他们经历了辛亥革命到民国 以至于到了1949年 在早期呢 他们都有接触这个公民教育这个经历 这些老人比如何方 张文天的秘书 刘希伟 刘美法学家 他是风杰论这个理论的创始者 再比如程朝复武汉人 久居上海对胡施和陈银客有过深刻研究的这样一个学者 他的身份为编剧 总之采访的这个老年人还是很多的 在他们的这个谈吐中多少都谈到过 他们当年在那个国立小学接受公民教育的那个经历 你比如说如何开会去收表学 包括基层公投啊等等这类 这和我采访中那些年轻一些的这个学者啊 所谈的角度大有不同 当然经历不同啊 刚才说的这个程朝复 也于2020年去世 享年86岁 和程朝复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学者 叫沙叶欣 这个名字啊 年轻人应该都有知道 他去世的时候是76岁 我当时是在北京 对30多位这个公共学者 进行了这个采访以后呢 开始向南部进军 第一站呢 就是大上海 像刘细伟 吴熙啊 也在上海附近 而上海的目标呢 就是翟明磊 新闻人 原南方周末的记者 后来自创这个 医报的主缘 还有朱学勤 只遗憾的是朱学勤啊 时间原因啊 错过了他的这个 讲学时间啊 错过了 没有采访得逞 留下至今的遗憾 有幸的是 我们在上海采访了程朝复 程朝复的一个密友啊 沙叶欣 我今天呢 就说沙叶欣的事 竟然要介绍一位人物啊 那就应该介绍 有他的职位 他出生于1939年 去世于2018年 我采访他呢 那个时间呢 是2010年的11月28号 在沙老师的名片上 印着这么一段话 投票机会 始终很少的中国公民 除此之外呢 按说应该介绍一下 沙叶欣的这个 生前职位 就是曾经任职啊 说到热力啊 我就想起 沙叶欣有一段 自己对自己这个 职位的这个介绍啊 都有点自嘲的意味啊 他是这样说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沙叶欣 1957年 侥幸的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 1961年又意外的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深造 1985年 深不由己的担任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这个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1991年又挤不由深的挂名为上海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 同样他用调侃的意味啊 他讲他的这个创造历程啊 就是IP得奖 再IP再得奖 其实呢 也看出了他这一生的这个坎坷遭遇 我介绍了沙叶欣这么一段啊 大家也许印象不深 但是呢 再早的这个年龄稍长一点的这个朋友啊 看过围城的这个电视剧 就是黄鼠行拍的这个十级电视联系剧 围城 钱忠书的原作吗 围城里啊 沙叶欣还出演了一个角色 叫曹元 曹元什么那个字忘了啊 我这有一段录像啊 大家可以去寻找这个原作去看 苏小姐 昨天承问你那么欣赏我的诗 今天我是特地来求教的 真是太精致了 请过目 拼盘拼半 以此角度讲呢 沙叶欣也是多才多艺啊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连沙叶欣 沙老自个提起自己的生前职位啊 都是用这种调侃的 甚至是极不严肃的啊 去挖苦刺激一番 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竹条去 罗列他的任职啊 啊 那是一大串 我看到过百度啊 看到过一些资料上的介绍啊 什么剧鞋的什么头啊 细鞋的什么头啊 又是作鞋的什么什么什么职位啊 还在北京啊 中央的是什么文化艺术机构啊 任什么职位 另外上海的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啊 什么之类啊 等等很多职位啊 当然他人生高潮时的这个任职呢 是上海市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 但是呢 他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身不由己的担任了这个上海这个这个院长 逐渐沙野心啊 对这些名利啊 对这些东西看清 我为什么要提起沙野心呢 而且专门用这一集啊 来讲沙野心 另外呢 当年我为什么专程赴上海要拍摄他呢 而且就公民社会这个话题啊 我们用他的一句名言来告诉大家 在一次和大学生对话的时候 演讲公开演讲 他用了这么一段话 沉默可以不可以 不撒谎 不表态 保释沉默可以不可以 最重要的是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句话啊 言简意盖 逐渐沙野心的这个争争傲骨 一生不记名利 我就曾看见过这个 沙野心写过一篇文章 是给这个当时时任上海市领导人的这个 要提出一些建议 实际上就是一些意见 当时曾庆红啊 特别邀请他去漫谈 谈话长达两个小时 他谈了三点 对当时这个政府的一些 他的一些看法啊 直言不讳啊 直接表述了出来 而且同样呢 跟江泽民也有过这么一次 主动要求的这个谈话 沙野心呢 到了晚年的时候 就是我采访他那时候 就已经到了晚年 意外的是 他通过网络表述自己的思想 很快就和这个广大青年人 结成了知心朋友 知心伙伴 在今天胡喊之前呢 我安在推特上 把这个沙老 临去之前的几年的 那个推特上的推文啊 又粗略的看了一遍 若是有人把他现在集结起来 就是一本非常好的杂文集 耿直正义 愤世嫉俗 敢说敢批 我非常感谢 当时介绍我去采访 这个沙野心的 这个翟明磊这个朋友啊 但是公民的两次呢 他比人民啊 比国民呢 要知道的更早 因为1949年 有很多课叫公民课 而1949年之后呢 就没得课了 公民变成国民 变成人民 好像这三个概念 有所区别 这个当然 当然现在到现在 还没有恢复公民课 也没有公民读本 就组织在有一些机构 在有一些 他们民间组织 他开始注入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课程 有的国家从小就开始 有这儿的课程 告诉你是公民 你是和所有的人都是公民的 你是这国家的主人 你是社会的一分子 你有一定的权力 你有一定的义务 使人能称其为人 是人和社会 人和政府 人和国家 人和他人 有个正确的关系 那这工作我们远远做的还不够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也没有公民意识 四九年以来 我一直没有公民意识 而在人民这个 汪洋湖大海当中 淹饰我 就完全淹没了我 我 只是螺丝钉 只是机器的一部分 完全被机器所吞没 从来没想到我有什么权 也没想到 我以为这个权力为自己深处 我以为这个权力 我应该去 去把握他 没有 是很悲哀 对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 他没有公民意识 其实很悲哀 沈老师我查问一下 在采访何方老师 就是张文天的秘书 老先生快九十了吧 正在住写新中国新闻史 他也谈到 他话中也谈到 就是公民读文 就讲到他们幼时学校里都有 当然那时候 他应该是在民国时期上学 都讲如何开会 如何举手 如何表决 如何等等 当时我和崔宇平采访的他 就是对他这个读本 这种看似现在觉得很幼稚的 举手开会 如何如何 也值得就这样这么一做吗 还有一个那个陈先生 他甚至有收藏 有这样的版本 我们就觉得 是不是在民国时期 或者在近代史以来 就是说是四九年以前 在国民的这个交易里边 这是作为一种 是一种什么形态 不知道您知道不 他是一个基本的读物 一个基本的读物 一个学生 作为一个人 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公民 你的权利 你的义务 就所知是在一九几几年 李生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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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李生之先生聊天 他就说我们应该要加强公民教育 他说我像是余生啊 他的意思是说 余生 还想做什么事的话 就进行公民教育 对 哦 那就说是公民教育这个话题 在现实的指导意义呢 比如我们的言行 他也有可操作性 可现实性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政府 结果这么多年以来 它逐渐逐渐逐渐的开始 本来是抵制人权这两个字啊 根本就没能出现 现在开始接受人权这两个字 而且参加了联合国的那两个 就是那两个决议书啊 对 公民权利什么 我觉得是可以 至少在法律范围之内 能可以展开这种教育 杀老子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啊 叫少食金 大家琢磨这几个字啊 杀子的杀 叶子的叶 树叶嘛 新旧的新 念又办了啊 正好是少食金杀字 据杀老子讲啊 这就是他坚定的 反左心主义思想的一个 一个象征 开始我就说 你这个少食金这词啊 说美不美 说顺口也不顺口 说好听更难说好听啊 原来他出自此意 杀老是2018年7月26号去世啊 无限悲痛之际 我曾经专门又做过一次视频 今天的这个胡砍呢 是杀老离开我们啊 六年了 我此刻在古城西安的这个书房里 想起杀老的音容笑貌 无限想念 所以今天特别又看了一次 杀野心杀老 如此先辈啊 一个一个告离我们而去 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最大遗憾 杀老 我们想念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